各位同心 那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這節課由我們大三格林大三老師來上課 請大家用掌聲歡迎 謝謝 回在想 我在這邊上課也好多年 這樣子 每次來不一樣的人 一頂一頂 什麼支持我在這邊 這樣子講下去 對台灣界頭的上面的人 真的很有感覺 就是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我們台灣人為什麼就這樣 這麼辛苦 當然到後來你必須要承認一件事情 命運 你必須要向他低頭 但是現在實際在改變的時候 你就要抓住機會 我們過去那時候那機會沒去救到 我們父母 阿公 阿嬤那一代 選錯邊之後接下去三代的人 就活在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 隨便人家 親愛的人來算 不要講這麼沉重 不要講這麼沉重 我講一個比較輕鬆的好了 你知道喝酒水 我為什麼會講到這個 因為台灣人好像都是水 水悶悶 悶悶悶悶悶過一世人 看了這麼多代人就這樣 說到這個 那時候台灣人很喜歡在路邊喝酒 喝酒 叫幾個小菜就坐 旁邊 人家的熱炒就拿出來了 喝酒水的人最怕人說什麼 水了 為什麼怕人說這個 因為如果水就不能再喝了 人家的下一句就說 不要再喝了 這樣不好他想繼續喝 我們兩個人在路邊 都另外相當的醉 後上剛才剛才說 你醉了不要再喝了 什麼醉了 你這醉了 沒有啦 你會說什麼 是你醉了 醉了一半半到最後 其中一個醉的人 就拿一個手電筒拿出來 放在那裡 你說你沒有醉 你說的 來 我這裡手電筒打開 你知道手電筒打到晚上了 光煮會走出來對不對 好像一支條這樣 射在空中裡面 說你沒有醉了 來 從這裡打開 聽得懂嗎 你說我沒醉 你從這裡爬上去 另外一個人說 你把我動作是真的醉了 我如果把我拍到一半 你的電筒滾下去 我就閃下去 你知道嗎 他兩個真醉了 兩個都醉了 這是什麼問題出在哪裡 為什麼他好笑 因為他 他設定一個議題後 另外一個醉的人 真的是根據他所講的 去發電下去 台灣過期也是這樣 還不能把你圍一個坑的 好像喝醉酒的人 只出一條路叫你去走 你真的對那個邏輯一直走下去 所以雙雙雙醉了 這個就是講酒的 還有一種是講電消的 你知道有一種病 人的頭哪有一個部分破掉了 你會想說你死了 你會想說你死了 看到人就會說我死了 你知道旁邊的人說你好笑好笑怎麼會死 沒有死了 你好笑好笑 為什麼說你死了 說沒有辦法死了 所以這種人就說比較久 人家會請他去一個地方 去看精神科醫生 他就去看精神科醫生 開始跟他討論 精神科醫生也想辦法說服他 說你沒有死 要跟醫生也看幾個月 最後這個白人叫我們說服 Persuit 說服說 說什麼東西 說他也承認一件事情 說死人不會流血 死人不會流血 你知道嗎 為什麼死人不會流血 為什麼死啊 不是不會說的 不會流血 沒有動力 不是啊 對 重點在心臟 你講對了 為什麼我們人會流血 就是心臟在Pump 裡面有壓力推出來 你開一個空 壓力就把血拆出來 那是流血的原因 人家死 心臟停了 不再Pump 不再Pump 就沒有壓力 就好像水裡面 樹供裡面沒有壓力 就不會流動 血就不會流血 那邊人也相信 後來醫生說 好 來做實驗 手拿來 手一根拿來 拿一根針下去 我現在針下去 你如果流血 證明你什麼 證明你是外的 如果沒有流血你就死了 病人也同意 如果同意我們就來做實驗 真的把它倒下去 倒下去之後這樣 怎麼 一定會流血 對不對 血就流出來 流出來看完之後醫生說 流血了嗎 教理說我們正常人是說 你的結論是什麼 你外的嘛 但是那些病人說什麼 原來死人也會流血 你知道嗎 他的 你明明是同樣的證據 拿給死人去 那個小的人去想 也是往另外的方向去想 台灣人也是這樣嗎 你現在把事實證明拿出來給他們看 但是他如果 這種說小的 你酒醉的人會痴的時候 你喝醉酒 你有醒過來的時候 你可以 面對真實世界 但是欺負的人 你跑不出來 對吧 台灣人現在 碰到法理的話 他如果真的是一種小的人 真的在裡面就出不來了 現在下一步是怎麼讓他出來 如果真的出不來 就是give up 放棄了 好啦 說那個 目的是在講 台灣人的情況 很多種 來 說到這 你們知道這幅畫是什麼畫嗎 有人看給我 有沒有看過 上過我高級班都不算 網路上看過也不算 你們 你不能網路上看過講答案 來 這幅畫誰畫的 有人知道嗎 有人知道 現在有什麼時候畫的 是嗎 猜猜看 沒有人猜 你都不曉得從哪裡猜起 你們都上過美術課吧 你們知道這人 從小到大有沒有上過美術課 不是啦 美術課就拿去當 數學科去用了 老師就教出去 這是 有一個人叫高庚 有沒有聽過高庚 聽過 沒有聽過舉手 這樣我知道怎麼說 高庚 高庚 只有三個人沒聽過 高庚 我告訴你 八幾年前 一八多少年 他活的時間跟誰差不多 你知道 泛谷 反谷知道嗎 高庚跟泛谷差不多同一個時間 反谷一下 你知道嗎 耳朵這樣割下來 他割下來是有原因的 剛好他那時候跟高庚住在一起 高庚為這個 你知道藝術家的生活 其實起起落落 賣了畫以後 就賺大錢 就隨便都花 如果沒有錢 那時候就散到什麼 所以 帆谷有一陣子 他畫的圖 都買一種熟的原料去畫的 很便宜的原料 他買不起 但是畫家一旦有錢 就亂花 高庚就做這件事情 賺了大錢 他就搬到大溪地去 大溪地是一個 在太平洋中的一個小島 住在這邊的時候 他日子很好過 很多錢 要吃 要穿都沒問題 還有很多錢去請 女婦給你獲祭 每一天 有人服侍他 日子過得像天堂一樣 對吧 都沒有無憂無憂慮 這就是我們醫生 大部分台灣人都會追求這個 那不是 我吃錢都沒問題 還有人給你獲祭 這叫做最好的情況 對吧 對台灣人來說 是不是 就準備要死了 不是 這個法家就沒準備要死 我告訴你 你又錯了 誰人最怕死 我告訴你 越好怕的人最怕死 為什麼 你會享受 這樣也死去 就沒辦法享受 對不對 你越有錢的人 越想過久一點 活久一點 品質好一點 才可以享受他財產 對吧 哪有人說我賺很多錢 就準備準備要死 沒有這樣 但是現在我要問台灣人的問題 就說這人已經是 你要追求目標 他都追求到了 再來要做什麼 下一步 結果這高跟畫了這幅畫 他講了一句話 這幅畫是有題目 他在最好的 最享受的人生的時候 他畫了這幅畫 這幅畫有一個名字 叫什麼 叫什麼 很有趣 你去看這個畫家 當人世間大家追求的東西 他都追求完了 他下一步要做什麼 自圓回收人不會問的問題 自圓回收人 我們待會再講什麼 自圓回收人 我們待會再講什麼 自圓回收人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要從哪裡去 到哪裡去 到哪裡去問這個問題 這個畫家 當他所有 你身體需要的東西 都滿足了 你要追求什麼 你要追求什麼 當吃青不是你的問題 那時候你要想什麼 要想什麼問題 就想說我是誰人 現在要來做什麼 我現在在這裡做什麼 要再來 要搞哪裡去 就這個問題 過去台灣人 都沒問這個問題 因為你是不可以 加清的事情 讓你沒時間去問 這問題 你就每天買的 吃飯吃加唱歌跳舞 就這樣 過日子 你不知道為什麼 要過日子 你沒有想過 我是什麼人 我在這裡做什麼 每天有助忙 工作 賺錢的事情 村子都沒有想 但是畫家 這都不是問題 他開始想這個問題 但是丁管我瞎解 资源回舟人永远不会问的问题 资源回舟人是什么都不知道 没人知道嘛 这是我三年前我自己创的名字 但是要说那古代先说这个 这是什么 在干嘛 我在干嘛 我来说过去 人类在世界上生存了六万年 六万年以来大部分 大部分的人 都是过这种部落形式 Tribe 部落形式的生活 你知道什么叫部落吗 很多家庭交叉会 生活在共同的领域 以水或者是耕种的范围 或狩猎的范围来生亡 如果这次跟那次 如果渡到 烧渡到的 碰到一起会怎么样 两种情况 一个会交叉会更加大 另外一个就给你修台 因为他们在抢夺资源 一年修台 修台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开始修台 修台是什么 怕他自己吃掉 还是他准备要吃掉 就是这样子 修台之后他会做什么事情 都把对方抢够了 台系 全部杀光 过去的部落战争一定是杀光 都不给你留活口 不给你留活口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不留活口 假如说你要不要逃走出去 你还生拖 又变成大 大招 又桌上来给你保守 所以我们要抢就抢得很头 对吧 抢得穿起溜溜溜 但是既然这样不对 因为你的土地 静着的范围变大了 你怎么抢 人不高了 你抢得人比赛 土地比赛 不是较疼 所以他会太多方法 怎么样 这是什么 把他老弱如 他如果要抢 好像抢得更聰明 更用的 男人都要抢了 趁老弱俘虏就把他抢下去 抢来种什么 这样 去种 种田 种到 时间到 抽水 抽到回来 这个叫奴隶 刚才有人说奴隶 没有错 就是当奴隶 你每天就忙这些事情 但是这些人我给你一个特殊名字 每天就是辛苦的工作 吃饭 睡觉 唱歌 跳舞 出的事情都不用插 过去这些部落形式 这些就是部落战争 就是战争 战争一直都做什么事情 这过去都战争 修台 他们部落之间 修台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 来 部落战争在征服对方之后的统治手段是什么 宗教 语言 姓氏 对不对 做什么 把你通知的手段 先从宗教讲起来 过去在中东所在修台 大家在修台进行都会把他的行拿出来 比如说在埃及拜尼罗河 尼罗河有个河神 比如说是鳄鱼 酷虎 酷虎的行拿出来 最后如果是Cobra 眼镜蛇 把眼镜蛇的行拿出来 要修台进行 我们的行变得更大 就开始抬 抬到贏的 会不会容许你继续拜 比如说酷虎的行赛 我给你赠败之后 你存的 存的这些人 我给你挽赌回来之后 我会愿意 愿意你继续拜你以前的行 不可以了 我如果还给你拜过去的行 你准备发生什么事情 我跟你不一样 我过去一定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想办法 让我的行赴 对不对 所以当然要你忘记过去的神 这是这样 宗教就要改变 对不对 第二个做什么 不能再说你过去的义言 老母说的话 要偷偷说 不能再说过去的义言 对不对 我怕你继续讲你的话 你就夾整堆 我一定要毁掉你的义言 你一定要说我的话 不能再让你说过去你的话 一定是这样子 对不对 合不合理 你奴隶也得讲我家的话 你不能说你的话 就要它买起 过去就是统治的 过来什么 信誓 我跟你说 信誓也是一样 信誓告诉你你过去是什么 也是跟过去做连结的东西 要断掉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人生都过去的义 对不对 共通治之后 我们的生也没错 我们现在用的东西 我们的宗教语言信誓都别人给我们 都不是你本土台湾人在用的 过去就是台湾人经历的事情 宗教语言信誓都不是你的 你不要说我生的义 以前也不是 中国那些轨子走 打来打去到买了 来 这就简单的 我一个台湾历史的图 给你们看一下 有一个概念就好了 现在没办法讲太细 部落形式 过去我们台湾的 都是不同的部落 在一起 各个部落形式 Tribe 我刚才说了 部落形式 生也通了四万年后 到了15世纪开始 葡萄牙人进来了 发现这个岛屿 开始要掠夺 那时候叫做美丽岛 对不对 那时候其实在之前 已经有叫大都王国 我们在这个 都上面的人 成立了王国 大的部落聚在一起 叫大都王国 外国没人知道 因为没有写历史 但是到16世纪 西班牙荷兰大清帝国这次 不同的外族 因为那时候人类航海技术 开始起来 照法都travel 就是旅行很远的所在 来到这个岛 过去我们是在 孤岛上面 我们只知道世界就那么大 有山有路 这样子 出的不知道 但是开始十五六世纪 开始外来 外来的人我跟他说什么 Predator 掠夺者 掠夺者进来了 他们跟他叫 要跟你掠夺 掠夺说得要听的是什么 我跟你说 这种就是男生对女生有性需求 不要对他负责 不要跟他结婚 就予取予求 这就是过去殖民者 对殖民地的百姓做的事情 我自己给你带资源 但是我不要替你负责 刚才我求台打仗的时候 我把你放下 不要你了 或者你被用完了 老了 丑了 不要了 对不对 这就是掠夺者 对被殖民地做的事情 这就是掠夺者对被殖民地做的事情 但过去台湾人就是这样 大清帝国就是这样 对台湾的态度就是 给你做殖民地 你给你通地就是 我刚才说的 宗教语言信事 给你通地两百多年 所以我们在世 基本上忘掉 我们的宗教 现在拜重国信 你说的议员 你像台湾人 我告诉你 连台湾人也不是我们的议员 这四万几年 大海这些土地 不要有的说 客户是完本的语言 都不是都是外来语 再来 到最后这些 所有的掠夺者 打来打去 最大的造材 最好一次建计 有关于台湾这块土地的战争是什么 那我战争 甲午战争 签订什么 这些人打败这些人 就不能打败大清帝国 大清帝国 掛牛 台湾和平鸵 这两个赌给他 是不是 掛之后他做什么动作 他跟过去的掠夺者不一样 我刚才说 掠夺者就是 不要跟你结婚 只对你有需求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结婚 通常对女生 送礼物 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 再帮你取进来 对不对 取进来以后 我就要对你负责任 1945年的4月1号 就做这个动作 一本帝国就做这个动作 他五十年一时间 给你建设 那个 50年时间建设台湾 最后给他冲出去 1945年4月1号 宣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在台湾 就是一个结婚的动作 从此以后台湾有一个什么 永久性的系统改变 为什么台湾是后来才有的 本来叫做FOMOSA 这个党本来是没名的党 但是后来 葡萄家人取了一个名字叫FOMOSA 再来大清你又给你通知叫你叫台湾 现在帮给日本 大日本帝国 大日本帝国 把你做一个永久性的系统改变 就是宪法实行在台湾 就是给你带一旁 从此以后你就有点 说难听 做得清楚一点就是这样子 你效忠他 换取他对你的保护 就是这样 这里面一样 信誓语言宗教 过去 掠夺者也做这件事情 你根本打不过他 所以他直接进入第二阶段 就直接统治你 他就用便宜的方法 就用信誓语言宗教 不用给你打 直接给你教育 现在问题来 台湾人说 我已经永久性系统改变 但是现在把我通知 是怎样是支那人 是怎样是中国人把我通知 我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是他们 说得很简单 因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战败了 我们输给美国 美国之后就做一个要求的动作 就跪下你招待那个人 再招待你一次 这是台湾人经历的事情 但现在好感觉我们法理採 把你招待后 要把这个系统赶出去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 系统要赶出去的时候 发生另外一批人 黑死亡要把他留下来 希望他留下来的是谁 我跟你说 我给他一个名字叫余虐 余虐 你以前我听过了 不明朝 我叫清朝的时候 有大明的余虐 老的家要对抗大清朝 我不要让他通知 同样玩了一本的时候 也有一个人 要恢复大清帝国 不要让日本人通知 就变成要对抗他 也就是过去在旧的系统里面 享受到好处的人 不要让新的系统一样 就是这样 所以过去说 日本人也有台湾人 很简单 就是他愚虐 不愿意顺服的 他是背叛者 所以会跟你招 招给你完全征服起来为止 这就是过去 我们的身份 我们过去是用共殖民 从这个时候 台湾第一次有国籍 以后就是这个国籍 为什么叫做永久性改变 你的国籍第一次拥有 第一次台湾人有主权 是在大日本帝国里面建构起来 从此以后 按照我们国际法 占领不宜展主权 对吧 就是这样 我们的主权已经建构起来 从此以后不会变成别人 就是这样 我今天先不讲那么多 再来 这就是所谓的资源回忠 就是我们没头的 为什么没头 你的效忠对象 过去那个已经要离掉了 那你现在还没有资格 进入新的系统里面 你就是当做一个 一般的工作者 生产者 这样来使用 我们过去旁边就有一个城市 叫做香港 香港就有这种人的城市 你知道吗 那过去被英国统治 那你就每天就是吃饭睡觉 唱歌吊舞买东东 就是过日子 过去既时间到 总督给你抽水 抽的交给女王 香港人97之前就欢乐了 怕中国给你通敌了 之后就要还给中国 就开始要有头拉 途不然行走 先跑 跑到哪里 就移民 纽西兰 澳洲 加拿大 比较厉害就移民到英国 不行就留在那边 对不对 这些人飞到哪里都一样 他们还是资源回收人 因为他们还是不效忠当地的政府 资源回收人这个特性 所以香港前阵子占中行动 一大堆学生照在街头去抗议 抗议什么 记者就问他说你抗议什么 我们不喜欢这个总督 我们要自己选特首 他说你为什么不喜欢他 因为他有头 我没有头 有头 我没有头 有头 我没有头 因为他习惯没有头 他在系统里面运作的人 他看到有头的他受不了 总督为什么有头 他效忠谁 他效忠中国北京 他是代表中国北京来统治你 他是有头的人 他不可能是没头的人 可是你没头人看到有头就觉得怪怪 跟我不一样 我就要抗议 没有头的人做事情都是无头无脑 所以你去抗议的时候 真的问他说你的诉求是什么 讲不出个所欲然来 因为他不晓得为了什么要来抗议 他就觉得不舒服不爽 跟过去的系统不一样 就这样子而已 可是你理所当然 你现在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人跟你说中文 去中国接受中国教育是合理的 因为本来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合理的 这是他的土地一部分 过去你是因为被占领割让 所以有一个时间限制 时间到了就还回去 你就要恢复你的头 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抗议无理 就变这样子 就是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 在战中刚开始 我就说最后一定吵吵结束 就是这样 我每次演讲都会讲时事 一部分就要讲这个 我那时候讲说立法院 那也会吵吵结束 就这样 为什么会吵吵结束 因为他不晓得 讲不出他的诉求是什么 没有头的人 没有思考的 来 没有效忠对象 那我接下来叫R-Man 你不要小看这些没有头的人 他们可能功能很强大 像这个超人一样 没有头的超人 你有看过 没有看过 超人 Superman 千万万不强大 所以所以他就用 CUI来 然后看下来 你可以做什么 你很快 된 快点 快点 来 快点 最高的效率 你可能聽不懂 我要講這個話 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你們家 比如說賣蔬菜 你種了很多蔬菜出來 對吧 你蔬菜QQ來 比如說幾百公斤好了 這個蔬菜一定有厚 不要講了 甘仔就好了 甘仔Q回來之後 比如說一百公斤 兩百公斤 裡面一定有厚的 有壞的 有甜的 比較酸的 對不對 妳如果這樣全部都用稱呼 根本不大 妳的價值賣不好 但是妳只要做一個動作 會讓它價值往上衝 做什麼動作 分裂 分裂 分說這最甜的 一斤一百塊 這燒到沒有那麼甜的 八十塊 再來這50元 二十 十塊 蔬菜賣 就是這樣 當一堆的甘仔收成起來以後 妳做分裂的動作 它就產生最大的什麼 價值 一樣 人也是這樣子 你們以後當統治者 你要對人民分類 它不是生出來都一個樣子 我們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都是獨特的個體 你不給它分類的時候 要亂操操 每一個都要做頭 那是怎麼做事情 不可能 所以你要做分類 我現在這個簡單的系統 讓你先學會什麼叫分類 最小的跟動物一樣 再來沒有頭 上面是有頭 我是根據什麼來分類 根據行為的主宰者 他做每個動作 他根據什麼 最基本的原則 其實這樣講好了 你們今天來上課 你認為我是要改變你們嗎 你覺得是嗎 有沒有覺得 你來上課是 老師是要改變學生的 你去接受教育 老師是要改變學生的警局所 你來我就要改變了 有 只有一個 沒有 身家都不同意 不知道 好 不知道也要問一個 也是一個答案 我還講不是的 為什麼 我問你 你們在座有結婚的 有男女朋友的 請問你 你可以不會改變另外一半 不知道嗎 二三十年都改變不了一個人 你期望我在這邊跟你上課你就改變嗎 不會嘛 所以怎麼說 應該說我在篩選人 你們過去都是本地就是這種 對於法理對於對錯很清楚的人 你才來這裡 來這裡有好的土壤 給你補給大棘子 你們過去是在錯誤的環境之下 你長不出來 但是在法理的環境之下 你就走出來 所以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你本質就是這個 要把你改不知掉 你知道嗎 法理這個地方就是在篩選人 過來篩選什麼 你的能力 每個人按照你能力給你分類 但是能力分班之前先做下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我先講下面 就是越下面的越屬肉體 越來越精神 都還屬靈魂 這個下面是Physical 我跟你講你們要有心理準備 以後英文會用越來越多 所以你有空要去學英文 Physical 上面開始有主觀意思 怎麼說 我舉個例子 動物 肚子餓很壞 對不對 你養給肚子乖乖乖 動物 以馴服的程度來劃分 比如說我養一隻狗 它如果 越下面的產 狼跟狗第一代 交配出來的狼狗 有沒有 還有狼的本性 很壞 連主人都沒人 你餵牠吃東西 牠會晃過來 把牠咬下去 對不對 那是接近野性的動物 那沒有習慣 不會習慣 如果越來越高級的話 牠就可以 來 坐下來 左手給我 右手給我 你用食物去控制牠就可以了 所以我說下面這個 以馴服的程度來劃分 過去高雄有很多青年 晚上沒什麼事 站在樓梯外 出去拿牠咬牠都給牠咬牠 亂砍 砍完警察把牠抓過來 為什麼要這樣做 不知道 爽 你看 你有聽牠說的 牠有回答這個 就跟動物一樣 當動物的 殘暴的本性造出來的時候 牠就會根據這個本性去做事 肚子餓就亂出來了 看過女生怎麼小弟糕 牠就是跟動物一樣 以牠的本性 生存 動物生存的本能 來決定牠的行為 你不要覺得這個人比較老腳 沒有喔 牠有可能開Lamborghini 住地堡 自有私人飛機 對不對 可是賣收水油給你喝 對不對 是不是 像動物一樣的人 我現在在講人 我不是在講動物 所以牠的行為的指導原則是什麼 就是像動物一樣的掠奪本性 牠沒有去關別人的死活 那就是動物 對不對 牠按照牠本性在做的事情 所以過去大陸人 情緒說幾句話說什麼 這去找牠做什麼 要不然我就吃飯來吃 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嗎 他找牠做什麼 不過就做飯來吃 這種肉很可能 他就跟動物一樣 它評估一個事情的價值 是根據他可不可以拿來吃來決定 當他講這句話的意思 後面的意思就是說 我評估一個事情是他可不可以吃 來決定他的價值 這樣不對 當然不對 像動物一樣 所以你拿珍珠貴重的東西 丟給豬的時候 豬會做什麼東西 回過來咬你 你拿什麼給我牽 抱歉一百萬的珍珠 K你的 你應該很高興才對 所以 法理這種東西不能對豬講 他回過來會咬你 我們要選人講 對不對 有價值的東西你要對的人講 四個人你就跟他講 如果像動物一樣行動 他不在乎你講什麼東西 他是跟他的鬼吃 好啦 再來比較高級一點 開始有主觀 這個段是有頭 沒有頭的人 但是他可能是非常高效率 我過去 我住在美國的時候 這個很容易分 我先把這個關起來他有點吵 然後他會有團體組織 他們是會遵守規矩的 他們是會遵守規矩的 他們開始有主觀意識 然後他會有團體組織 他會遵守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對野館來說 要生之以法 用法律就把它摳起來 扳起來 但是這邊的人 法律對他來講是玩的 這邊的人很喜歡講一件事 你告訴我遊戲規則是什麼 我會把它玩得很好 這種人做什麼 我舉個例子 我以前在美國住宅區 用住宅區來劃分好了 有高級住宅區 有中產階級住宅區 有比較不好的住宅區 我以前住在西廢城 那邊也是很不好的 什麼Drum By Shooting 牆壁上都是彈孔 然後賣毒品的 然後大家在慶祭 進到那個社區就臭臭了 垃圾亂倒不好好弄 那邊就在那邊 比較高級的 就開始住去 中產階級 進去要 車子有停車位 前面有草坪 大家有社區 高中小學 整理得很漂亮 美國這種中產階級的社區 是很棒的 但是還有高級住宅區 住到紐約的高級住宅區 要做什麼 規定 會檢查你 什麼學校畢業 受過什麼教育 你父母已經做什麼 你職業 你一年收入多少 大樓有很多的規定 比如說你幾點到幾點 不能彈鋼琴 幾點到幾點 你的草皮要剪多少 你的設計風格是怎麼樣子 他會查你祖宗八代 你如果不符合 下個禮拜就請你走路 他有這個權利可以這樣子 所以即使是所謂的沒有投的人 他是按照這個 以他什麼 遵守法律規範的程度 跟執行效率來劃分 但是他也有可能諾貝爾講得主 很聰明 但是沒有效忠對象 很聰明 他可以是諾貝爾講得主 我現在也說 最上面那個是有頭的 有頭就是他對事情 這樣講 他對錯的觀念不是相對 是絕對的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我跟你講 你們來到這邊的人 比較傾向是有頭的人 為什麼 你過去都沒有標準 什麼是對什麼錯 Depends 但是你現在不是 對就是對 不對 法理這樣講 他錯了他就要改 你知道嗎 所以上面可能很窮 比如說有一個missionary 傳教士跑到台灣熱上療療療院 帶著太太帶著小孩子 一輩子就在這個地方 吃穿都很簡單 每天給人家換一輩子 為什麼 可是他有頭的人 誰是他頭 他的上帝叫他來 叫他來做這件事情 他以頭 頭叫他不准他來 他也不敢來 但是頭叫他來 他就一定會做 他不會因為生活條件不好 來決定 他要不要聽他的話 你知道嗎 他來做這件事情 是會取悅他的頭 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可能生活都很簡單 可是這一段的人 是沒有頭的 他沒有效忠對象 什麼地方環境好 就往哪裡去 所以基本上 資源回收的人 他會到處有房子 我跟你講他的特性 台北也有房子 上海也有房子 美國也買房子 這些人會去拿綠卡 因為他條件 當台灣條件危險不好的時候 他就移民了 可是有一個問題 當美國條件也換的時候 他綠卡也放棄了 所以他沒有效忠對象 美國叫他去打仗 他說不要 我要走了 這個人就四處為家 他沒有真的效忠 他跟土地沒有結合 沒有結合 他沒有認同 他哪裡都可以 因為他是資源回收 沒有投的人 你來家我們是要跟你裝投 為什麼要裝投 你要當統治者就要投 你做事情有標準 有一個原則 根據那個在做事情 你知道嗎 來 這是一條歌 你們在座有年輕人 聽過摩隆范 摩利恒的歌嗎 摩利恒歌最近排行榜前十名 有一條叫Animal 你們這一曲的是 比較不聽流行歌曲的 歌詞的內容 你把它抓出來一看 你看 Baby I'm praying for you On you tonight Hunt you down Eat you alive Just like animals Animal... 他NV更可怕 血淋淋的 這就是訴求動物的本性 像動物一樣 你聽他的歌詞 你知道流行歌都在訴求人的 很Kernel 很內在 很本性上的東西 像動物一樣 這流行歌曲 它不要你思考 你一思考 你就跳到另外一層次 它希望你盡快的消費 盡快的受它影響 情緒性的煽動 就是這樣子 這個我看你們的反應 我來決定 我不講這麼多了 來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這是資源回收人 來 你們在座各位認為自由 幸福快樂 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請舉手 聽得懂嗎 你聽得懂 所以你舉手 你認為 你認為自由 幸福快樂 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請舉手 只有這麼多 請放下 認為不是的請舉手 不是 有人不是 不錯 你們上過高級班 才會不是 我跟你講 不是的 為什麼 你不覺得想 你要想一件事情 為什麼 我不是要讓你滾開 我講課的目的 是要讓你了解 去想事情 我是教我們的人 我們民進會的同心 想事情 我不是要滾開 因為我們本來就不知道 經過它的問題 我們把它提出來 這叫做 Toy Store 我講一個簡單的 你們不要容易懂 如果有醫生 他以賺錢為目標 你敢不敢去給他看病 一個醫生 如果以賺錢為他的目標 最終目的 他以這個來行醫的 你敢不敢去看他 不敢 對不對 我跟你講 為什麼自由幸福快樂 不應該是你追求目標 因為它是副產品 它不應該是目標 而且它是一個感覺 我剛才講的 醫生如果是以賺錢為目標 你不敢去看 但是如果有醫生 他說我也提供病人 最好的醫療服務 這樣來目標對不對 對嘛 我要服務病人 那因為這樣 所以來很多病人 對不對 因為來很多病人 所以他賺大錢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因為他把目標設對了之後 這是伴隨而來的 產生的副產品 你不可以把這當目標 要變成捨本逐末 對吧 你應該把那個 我舉個例子 女生他說 這男生看起來好像可以 給他帶來自由幸福快樂 我就嫁給他 結果嫁了 沒有幾個月發覺 炒包一個 客人 我就做事 於是就讓他離婚 再嫁給另外一個 這個又不行 再換一個 這樣對嗎 不對嘛 正常是什麼 我喜歡這個人 我愛這個人 我就跟他一起結婚 結婚以後 便手自足兩個人一起奮鬥 克服不一樣的困難 對不對 之後生了孩子 爸爸做爸爸該做的事情 媽媽做媽媽該做的事情 小孩子好好念書 晚上回到家的時候 爸爸媽媽煮一段豐盛的晚餐 大家一起吃飯 享受什麼 自由 幸福快樂的感覺 它是一個感覺 你不可以把感覺 當作你人生追求的目標 為什麼不可以 你如果是感覺的話 我剛才問那個醫生 當你不賺錢的時候 你還要不要當醫生 當你的行醫 探某僅醫子 你還要不要當醫生 如果他這樣不當醫生的話 你就知道他不是為了行醫 行醫變成他的手段 他不是真的要當醫生 不是真的要求人 這樣知道嗎 你如果是追求一種感覺的話 那我問你 什麼叫自由的感覺 你有沒有花錢的自由 我簡單問 一個月給你賺一千萬夠不夠 兩千萬 一億 頂薪一個月賺一億以上 對不對 他什麼事都做 那你追什麼自由 到那時候他還是覺得不自由 自由如果是一種感覺 他永遠不會滿足 而且他什麼事都敢做 當然過期就只追求 所謂的自由幸福快樂 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只要讓我自由幸福快樂 我跟你講那顆藥最快樂 馬上給你自由幸福快樂的感覺 接下去五個小時六個小時 你就不用工作 你馬上有這個感覺 醒過來再來一記 再繼續下去 就是這樣 因為你在追求感覺 你不可以把感覺 當作人生追求的目標 你變成追求感覺的人 你什麼事都做得到 那你知道嗎 你應該把正確的 該做的事情設定好 以這個作為目標 接下去會伴隨而來 它叫做副產品 台灣人就要這個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你知道嗎 很多台灣人說 誰管都好 反正我現在可以上班 我可以有收入 可以買房子 自己來測試 那就好 至於台灣人 誰管都清菜 這大部分外面的人都是這樣子 外面的人 台灣人是這樣 因為他只管這個 我講說他是資源回收人 他是沒有腦的人 他沒有 不是 沒有投的人 他是認為是非對錯 不是那麼重要 他以滿足他自己的需求 為主要目的 什麼事情都好 就是這樣子 你來這邊就是要搞清法理 法理說是什麼 不對就是不對 對就是對 會有判斷的標準 來 所以 這個就不講 我直接講這個 來 這張圖 看得懂舉手 大部分應該看不懂 看得懂我就想問你問題 來 下一張 這個看得懂請舉手 高級班不算 有些人看得懂我也不問他 因為他本來就懂 來 看不懂的舉手 這樣子好不好 看不懂的舉手 好 謝謝 看不懂我問問題 我這次只問看不懂 你們又舉手 我請問你 你說你看不懂 對吧 請問他是畫飛機大炮嗎 是不是 你看不懂才問 才回答 他畫的是飛機大炮嗎 是不是 不是吧 我們不要講內涵 先不要講內涵 內涵連我也不知道 那只有藝術史學家 教授級才可以知道 我們不要講內涵 我們只要看有 他在畫什麼你看有 他沒有在 沒有 他是畫飛機大炮嗎 我只問你這個 你這畫的飛機大炮是不是 不是嘛 對不對 你知道不是嘛 他是畫男人還是女人 女人你還知道 你就知道畫女人 畫幾個人 這裡面有幾個人 五個 你看 你看得懂 你怎麼說你看不懂 先不講內涵 好 那我你這個看得懂 看不懂 這個沒有人敢說 我看不懂了吧 看得懂嗎 看不懂舉手 沒有沒有 看不懂舉手 你都覺得你看得懂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不會有意見 我問說這百度你看有嗎 通常沒有人有意見 他都看得懂 對不對 那我跟你講你錯了 你看不懂 他在做什麼你根本不知道 什麼母女 也不對啊 他是維納斯在上廁所 上大號 你知道嗎 所以你們以為你們看不懂的 其實你看得懂 你以為你看得懂的 其實你看不懂 就是這樣啊 那我給你解碼一下 你就看得懂了 給你解一下 這叫什麼 就是立體畫派 他畫的時間 這是皮卡索畫的 時間點是1907年 這是 一百多年前 你阿公阿嬤阿祖那段 有的圖你看不懂 到這段還看不懂 我跟你們解碼一下好不好 這是不是麥克風 這是不是 對 這是不是麥克風 還是啊 這樣看也是麥克風 隨著你看 你任何角度都是麥克風 這叫做立體畫派 你從不同的觀點 看同一個東西 一樣 這樣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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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我把不同的觀點 放在同一個位置上看 把它放在一起 就變成這叫立體畫派 所以這個面 有的從這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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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這叫立體畫派 它的觀點很多個 不是只有有一點看 你剛才看 那是只有從一個觀點看 你人固定不動 你去看那個東西 結果是這樣 像照相一樣 可是當你的觀點一直在換的時候 就變成這樣 你知道嗎 所以它系統在改變 來 這樣看 本來是單點的 後來變成多點的 對吧 後來很多點的時候 就變成這樣 你幾乎看 就回去了 對吧 但這是不是抽象畫 算不算 我跟你講 真正的抽象畫是這個 它完全你連看都沒辦法看 因為它不 你都說 Don't have any reference to the real world out there 完全沒有對於 真實世界任何描述跟參考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過程是在做什麼 它是不同的系統 這算是一個系統 這單點透視系統 這是多點 這是非常極端的透視點 你們這如果不明白 來 所以觀點 不管你是哪個系統 你都要有一個什麼 一致性 在這個系統 你就是畫寫實 在這個系統 你就畫立體畫派 對不對 它不可以跳來跳去 它跳來跳去 就變成這樣子 又有寫實 又有立體 又有極端立體 沒辦法看 就說拼蝶也亂了 所以我現在要介紹另外一個概念 一個字叫做 consistency 一致性 consistency 我跟你講 先在講這個之前 我要講一個叫 法則 the law 這個 law 跟我們講法律的law不一樣 這是放諸宇宙所有地方接準的道理 比如說是什麼 法則是什麼 比如說萬有引力 法則對不對 宇宙這邊哪裡都是萬有引力 只要兩個物件就會產生引力 還有一個是什麼 OK 就直接唸 這個法則 描述一些最基本的原則 我舉個例子 法則 比如說地心引力 地心引力 是不是 法則 是不是 是 對不對 地心引力 你不給它坑了就掉下去 對不對 地球的每一個地方都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 當你要活在這個世界裡面 這個宇宙裡面 這個地球上的時候 你就要尊重這個法律 對不對 比如說 我現在要寫建築法規 人要這個上面 我們寫人的法律 就要考慮到這個大自然的法則 沒錯 房子蓋幾層樓 要用多少的鋼筋 對不對 鑲筋就要多粗 你的水泥要灌多少 要有足夠的力量去支撐建築 你不可以身材的人去 對不對 你的角度傾斜角要幾度 你要考慮這個 你的建築法規 沒有考慮這個怎麼樣 房子就倒 當人在這個大自然裡面 要建構屬於它的法則的時候 他就要考慮大自然的法則是什麼 比如說 要不然會怎麼樣 家會倒去 人要尊重一個 絕對不會改變的 叫做大自然法則 比如說人來的有男有女 你的民法裡面就要考慮到 有男有女這件事情 你不能人都把它放在一起 大自然裡面人要生肚子 人要傳宗接代 所以你要尊重婚姻法 人男的要跟女的結婚 你要保護這個家庭的制度 人才會生肚子 要不然人就滅掉了 所以有些是大自然的法則 你非得要尊重不可 那我問你 當人的法則跟自然法則強蹦 衝突的時候誰倒楣 大自然會倒楣嗎 不會 是人會倒楣 所以這叫自然法 你們今天學的什麼 不管國際法國際功 現在康子介紹進來對不對 他都是要尊重這個 他是基於自然法裡面 建構起來的國際法 不是人自己去想的 他是從大自然裡面 知道了解大自然自然法 這個法則之後才產生的 那這個每個法律裡面 的每一個細節 都有這樣一致性 看事實 比如說我今天來 我穿西裝打領帶對不對 對不對 我右手穿 右腳穿的是什麼 皮鞋 左腳我穿高跟鞋怎麼樣 你們沒有反應 我左腳穿高跟鞋 那不是這個人怪怪的嗎 他跟他壞掉了 這個有問題 因為我這個系統不一致 不一致 inconsistency 就這個字的意思 consistency就是 一個刑事系統裡面 不吝含矛盾 法庭 我跟你講在法院就是這樣子 你證明對方 你的證據跟你所陳述的事情 不一致的時候 他就輸了 法庭就要做這件事 被告或者原告都好 指出對方的描述的敘述內容 有不一致的地方 他就輸了 consistency很重要 美國這個就是有一致性 那我都會告 我們今天告美國告贏 就是指出他的不一致的地方 一方面你說 國際法戰爭法 是你憲法尊重的 國際條約跟你的憲法等同 這是美國的法律是這樣 寫得很清楚 我們就指出來說 你既然這樣子 你為什麼對台灣做這件事 你為什麼容許 中華民國流氧政 我們在台灣這樣亂搞 你為什麼叫我去買武器 你為什麼叫我去當兵 你為什麼改為國際 為什麼改為語言 對不對 我們就指出他不一致的地方 你既然尊重國際法戰爭法 是怎麼在美國英文 容許中華民國流氧政 對台灣人做這件事 我們就指出他 我們在法院裡面 指出他的不一致的地方 他就輸了 輸了完了以後 美國就要配合 把這件事情完成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概念很重要 一致性 在台灣過期沒有這個概念 因為我們東西都是拼貼 我們可以用騙的 騙的東西很簡單 你指出他矛盾點太多了 OK 我不講太多 再來還有一個字 你講consistency 就要叫做integrity integrity就是比如說表裡一致 要做老大 要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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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去喊事情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位節越高 你就要跟人家喊事情 你要判是非 但是你的判斷標準 如果表裡不一致 對這個人做這關標準 那一群人又是另外的標準 怎麼樣 人家會說話 你不是長的 你怎麼不說話 人家會搶你 不然你下來 你下來換人 對不對 你要當老大 一定要這個integrity 你要玩 integrity 這個是英文可能難懂 我跟你講它的反 它的相反值是什麼 應該比較容易懂 integrity的相反值是 不誠實 還有一個比較難聽 叫hypocrate 就是你這個偽善者 你說一頭 但你做另外一頭 你表裡不一致 美國你要做得多 你要在世界上當老大的國家 你就要有一致性 你要有integrity 好在美國這系統是有integrity 法院裡面判完的結果 其他的行政立法要配合 國會要跟我們見面 行政單位要配合法令 所以他就幫我們成立台灣民政府 接下來就是一步一步 會執行到每個層面去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 是基於對美國的法令的一致性 完整性 那才有今天 才在這邊 我們才在這邊 對台灣人做教育訓練的工作 是這樣子 你們要有概念才會 不是清財公公的 來 我現在不講太多 觀點感變 看到世界就變 觀點不變 舊觀點跟我們看不懂新世界 過去你就覺得 我再講另外一個好了 直接跳好了 觀點 講觀點 今天今天的課是台灣史節 講到歷史就要講觀點 你我在座有誰寫歷史的嗎 幹部沒有 你頂多要寫你個人日記 對不對 再不然去學校史 學校的校史 研格史 公司的研格史 對不對 領多是寫成這樣 沒人在下歷史 歷史是掌權者的那下 定歷史 對不對 如派的國家 定比較小國的歷史 就這樣 這樣講 有很多年輕人上我的課 說徐老師不要再講歷史 歷史 我從小都不愛念 我錯了 我說歷史非常重要 歷史怎麼重要 我剛才講到觀點 歷史一定有個觀點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觀點 你有你的觀點 我有我的觀點 北美的印第安人 有印第安的觀點 北美的白人有白人的觀點 最後誰的觀點比較重要 誰的觀點重要 公的人 對不對 我怎麼容許你去用印第安人 來解釋歷史 對不對 不一定 對不對 誰的觀點重要 我講這個比較簡單 你跟你太太或者一男一女結婚 當天晚上就會因為觀點 而產生衝突 你知道嗎 結婚之後 先生坐在餐桌 太太煮完菜 就一道一道端在桌上 你先吃 你先吃 先說 不要啦 我們家吃飯都是 菜都弄好了 大家到期一起開飯 大家要說 我們家沒有那麼容易 我們家做行李 每天我菜出什麼 你就吃 你就先吃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吵架對不對 因為每個人 把他從小到大的觀點 帶進婚姻裡面 要堅持用自己的觀點做事情 兩個觀點不一樣 就會產生什麼 衝突 衝突結果是什麼 就要協調 協調完了 如果不行的話怎麼樣 分開 好優雅 離婚收場 就分開 那我問你 那是家庭 國家跟國家不是分開 是打仗 是死人 觀點不同 國家跟國家的單位是修台 對不對 是衝突 是戰爭 不是我們講那麼簡單 所以死官這麼重要 當然很重要 死官非常重要 觀點會影響你的立場 立場會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我再黏一次 史官很重要 觀點會影響你的立場 立場會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 你我的命運 台灣人在這個關鍵點要選對 不要選錯 觀點很重要 你過去是用自那觀點再講 我再講這個 過去這流亡史關係 比如說 前一陣子有一個教授說 台灣人二百死十幾萬人不算 十幾萬人不算什麼 有沒有聽過 這樣對嗎 當然不對啊 死的是我們台灣人 台灣人是你自那人 怎麼會對呢 對不對 但是呢 這就是他們的觀點 在中國 寧可挫殺一萬 不要放走一個 在台灣 寧可放走一萬 不要挫殺一個 觀點不同 看法律的態度不同 對人 為什麼台灣過去也對 對人這種態度 來講是有原因的 過去日本時代 你抓一個人來 不到兩個人要放回去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他特別仁慈 是一個基本上的原則問題 台灣在日本統治底下 你如果做錯什麼事情 抓了頂多觀兩個禮拜 如果是異見 不要說殺人放火 還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在觀點上不同的話 頂多觀兩個禮拜要放走 比如說異議分子 或者頂多是這樣 在征服之後 為什麼 我跟你講 因為台灣人民是天皇的臣民 是他的財產 你總督來只是一個管家 管家不能隨便對 主人的財產做處置 是這樣 你知道嗎 你管家就像銀行的櫃台一樣 你只負責出納管理錢 你沒有資格去對錢做挪用 就是管家就是總督 是這樣 所以我們受到這種待遇的時候 我們就以為這是理所當然 等到你碰到另外一個國家的人 給你佔領的時候 對你這種東西你嚇一跳 你搞不清楚為什麼 觀點改變 結果呢 我們也要去看電影 他覺得明天那麼快樂 你把他弄得那麼悲傷幹什麼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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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弄得到了 是他的觀念改變了 他被顛覆了 二百八ata 台灣人的受難日 結果給他們顛覆了 他們就採取自那人觀念 來看他 給他們債人 觀念改變了 所以觀念很重要 台灣人現在就是遭受 這種滅掉的情況 採取對方的觀點 認為二百 十億多的人 不算什麼 這是第一個 這是掩蓋並合理化 過去對台灣的罪行 第二個是Motive Motive就是比較 Motive是有一個動機 要去竊取未來的台灣 為什麼 竟然說開羅宣言 不要跟你講就這樣合約 宣言就是對一個說來 說101是我的 你講1000次也不會變你的 真的要有一個交易對不對 有交易要在合約上面 蓋你的名才真是你 他就只說那個 為什麼要竊取台灣目的來講這個 所以你看他的課本 歷史課本裡面 大部分都在講開羅宣言 不會跟你講究竊相合約內容是什麼 你知道嗎 第三個 self-interest 竟然說中國要把台灣 要打台灣的 所以你要去買武器 當下的利益 他馬上從這裡獲取利益 你知道嗎 所以死關這不重要 當然他給你灌輸死關之後 我現在給你改水了 你就知道死關很重要 觀點會影響立場 立場會左右選擇 選擇會採取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什麼 幫助台灣人從支那系統裡面走出來 我老實說 徐老師你不是要講台灣史嗎 對 就是要從這裡講起 不是再回到中華民國寫的歷史裡面 再跟你講一次 不然你的腦子再洗一次 我要先幫你拉出來 怎麼看歷史這件事情 下一個 這下面有四個圖 哪一個圖最清楚 對你來講 我如果要看透視的話 perspective 我要看透視 這四張圖 我要問喔 認為這張圖 看透視最清楚的請舉手 認為這張看透視最清楚的請舉手 認為這張看透視的請舉手 認為這張看透視的請舉手 你看有人舉手 來 認為這張看透視最清楚的請舉手 當然是這個才對 你們怎麼會覺得 這三個都一樣大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是 你你越近要越大 你你越遠要越小 這樣才可以看出透視 透視是要有大有小的 你三個都一樣大 你看不出來 你沒辦法分前後左右 如果照這個講的話 後面是巨人 是不是 這要透視我還畫 那個參考線給你看 你知道嗎 我們看過去歷史就被扭曲 所以你過去跟他說 台灣史 是四百年來的 可是台灣的歷史有四萬年 它就扭曲嘛 過分放大部分歷史 有些地方日本的統治 就小到幾乎看不到 點到為止而已 這是有刻意在扭曲歷史的 你知道嗎 來 再走下一個 現在不管 我是教大家 台灣人先回復到一個正常的狀態 才能用理性的態度來觀看歷史 我們再查一下 舉個例子 我們證據很多 在法院裡面 你看到很多證據 什麼證據 比如說一百個證據 你不能每個都一樣重要 你沒辦法下判案對不對 首先你要給案件做分類 至於那個編假的證據 是不是要丟掉 對不對 完全丟掉 在所有對的證據裡面 再分為ABCD級 越下面的話 越偏什麼 主觀 越上面越客觀 你知道嗎 比如說主觀就是 證人一證人二 我看到什麼 他看到什麼 每個人不一樣 互相衝突 永遠沒辦法找出真相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都是主觀 那越上面越客觀 比如說科學證據 什麼是科學證據 來 比如說基本邏輯 就是這種叫做科學證據 基本邏輯 我很簡單 就跟你證明進化論不對 為什麼進化論是論 來幫他關機一下 關機一下 來 進化論 為什麼不對 我跟你講 他挖到的畫質都是點點點 中間產物沒有 你不能把點點連 連成一條線 這就是解釋所有現象 會有問題的 對不對 再來物理性質 比如說我家後院挖到 一座屍體 結果 我說這是四萬年前 在這邊的木乃伊 不是 五千年前的木乃伊 親切公共 他就拿去做化驗 用碳濕濕這個東西去照他 他身上有含碳量的話 因為他的半衰期決定他的時間 非常準確 但是他準確範圍 是五萬年裡面有效 再來化學性質 我後院又挖到一把刀子 我說這是幾年前 這家大部分坑的人用的刀子 親切公公 他就看你這個鐵形成的時候 到他氧化的時間有多久 就知道這時間 實際上的年代有多久 這是科學證據 沒辦法騙人 對不對 最近你有DNA 生物DNA 就是你棉花棒在口腔這樣刮一下 送到實驗室兩缸就出來了 很簡單 你兒子誰 很證明實驗室DNA就知道 你不用去編故事 現在都是這樣很快 叫科學證據 沒辦法騙人 科學證據很重要 過去都聽故事 現在都科學證據 再來歷史文獻 Historical documents 什麼叫歷史文獻 這個跟你的 我講到這個 我挑一個東西給你們看 我問你 你跟你太太結婚 容不容易 最後兩個人要同意 然後在結婚證書上面簽名 不簡單對不對 追老半天 然後國情六半天 雙方家庭討論 這個簽字都不容易對不對 這樣都不容易 46個國家同意 在一個文件上簽字 是不是更不容易 46個國家 就這樣合約 40幾個國家一起簽字的 從不同地方來的地方簽字 所以看你簽字的 雙方有多少個單位 那更不容易對不對 它要同意同一件事情 所以相對它的證據的可信度 就遠超過只有兩個人 對不對 雖然它也是對的 但是它的難度增加 對不對 要達成這個共識的難度增加 如果你們有什麼 這就是科學證據 這是國家地理雜誌做的一個實驗 不是我 你們上網自己去打 Human Migration Map 或者打Dr. Spencer 都可以找到這個資料 我剛才不是講了 人想要來 我們人在傳宗接待的時候 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我們的染色體會複製 duplicate 複製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誤差 那叫做突變 所以從你這邊 它後來就變成一個記號 所有從你這邊 生出去的小孩子 後代裡面 都carry 就帶著這個記號 所以以後被查 你的周先以下 透過這個記號 你就找你的祖先 一直追回去 你知道嗎 那現在這個科學家 就很厲害了 他就用這個Q-tip 就是棉花幫人家口腔刮一下 寄到他那個總部 幾天之內 就把你是從哪裡來 就抓出來 最後他抽樣的樣本空間 差不多70萬個樣本空間 70萬個 你做科學實驗 70萬個太大了 整個台灣你要抽樣 頂多幾百個 就可以把台灣的 那個抽樣調查出來 他抽到70萬個 所以他把全人類的 遷徙圖就畫出來了 他們叫做Human Migration Map 人類遷徙圖 所以現在所有活在世界上的人 基本上是在什麼時候產生的 6萬年前 這科學證據 6萬年前 所有世界上的人 都來自同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 非洲 OK 老闆尼情 6萬年前 人不是突然這邊進化 一起說 一起進化 然後突然這邊都有人 那邊的人 沒有 只有同一個點 那個點從非洲 在6萬年前 有人說 許老師你講這有點遠 我要知道我從哪裡來 所有人類哪裡來 這大家 所有人類都從非洲來 一對男女身上出來的基因 那我們就看 大家人對 我告訴你 注意一個數字叫做M174 M174 有時間點 這4萬年前 再來 日本 再來朝鮮北部 再進到所謂的中原地區 有沒有看到 所謂的中原地區有好幾種人 你有看到 有從歐洲 請關機 我這樣子一直被打擾 來 有從歐洲來的 有沒有看到 有一條線從歐洲來 有從蒙古下來的 有沒有 請把關機就好了 關機就好了 也有從印度上來的 有沒有 好幾種人 對不對 來 請儘快坐下來 好幾種人到家 所以 在這個大土地上面 有十幾種人在裡面 有幾個萬年 混了兩萬年 所以誰是雜種 像是雜種 中國是後來的名詞 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 都是雜種 因為它兩萬年 好多種人在那裡 結果 那時候韓國人說 我們是中國人祖先 對不對 對啊 我們就看這個啊 從韓國進去的 可是韓國人從哪裡來 日本啊 日本人從哪裡來 哪裡去 哪裡去 台灣啊 台灣去啊 所以我們是他的祖先啊 是中國人就要跟我們拜 不是我們跟他拜 不要弄錯了 因為人是對我們這裡去的 你台灣人如果去拜中國人 做你的祖先 你已經被祖了 有沒有嚇到 你如果去拜中國人 做你的祖先 是他就要跟我們拜 不是我們跟他拜 我們的人不是對那裡 是他們的人 對我們這裡去的 你已經被祖 被什麼祖 被你四萬年以來 你來的祖先呢 這個是科學證據啊 我沒有跟你胡說八道啊 這是科學證據 你上網查 所以 Dr. Spencer講過一句話 他說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歷史故事 沒辦法更改的 是記載在我們的血液來的 是科學證據嘛 所以我們古代人要很高興 我是什麼人 你老的 你在身上的血很純的耶 怎麼個存法 四萬年裡面沒跟人家外面混 直到十五世紀 才開始外界的人進來 是這樣耶 我們一個土地沒辦法出去嘛 我們的航海技術沒那麼好 你就住在這個島上啊 這世界就這麼大啊 你就這樣連續四萬年耶 這最近幾百年再來耶 大清帝國統治我們這兩百多年耶 之前有荷蘭人 有西班牙人 上面兩人都來耶 但是來的人數有限嘛 主要是這個土地上的血液嘛 你知道嗎 我們是他們的祖先 他們就要把我們擺 不是我們要擺 鼠點望祖是他們 不是我們 他們鼠點望祖 望的祖先是從這裡來的 在那歲本作元的追到台灣來 你知道嗎 這科學證據啦 這是時間 OK 這六萬 白色這個 五萬 四萬 三萬 兩萬 一萬年 這都時間點到哪裡都有時間點 根據DNA就出來了 再來 你是水 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星期五碰到你 你就叫星期五 你就叫我拜個好了 為什麼 有的人會笑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 黑人呢 白人說你是水 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星期五碰到你 就拜我 你們有沒有看過 魯兵順漂流記 有齁 我跟你講 1719年一個小說 有一個白人 坐船到一個小島上面 他就風災 船擱淺了 就把船上物資 剩下在那邊蓋了一個小樹屋 床的那裡 兩個月以後 當地的土豬招來找他 看著他給他賠名 你叫拜個好了 我拜個賭到你 這不是很好笑 為什麼很好笑 照理說是 黑人給他賠名 為什麼是白人給他賠名 就變成白人觀點了 對不對 是不是 北美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嗎 不是啊 這是白人給他取名字 他本來就住在那邊 那不是 什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怎麼會 那老早就有人住在那邊 不是因為哥倫布發現他才出現的 那不是 那是白人說探索世界觀點 是不是 那我就要問一個 當我是唯一的存在時 我需要為自己取名字嗎 我問你 台灣母親的名字叫什麼 那叫台灣 母親的名字叫什麼 那叫台灣 母親的名字叫什麼 那叫什麼 母親的名字叫什麼 福爾摩莎 不是 母親的名字 福爾摩莎 不是 母親的名字 福爾摩莎是15世紀才開始有的 好 我告訴你 母親沒有名字 妳的母親沒有名字 本來在一個土地 自己住住為什麼要有名字 北美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嗎 不是 一本來就活在那個地方 什麼時候要有名字 當你跟人家互動才產生名字 所以印第安人有不同的祖父 像要修爬那時候 給地方取名字 但是你以為這世界這麼大 怎麼會替這個島取名字 不會啊 你沒有離開這個島 你要離開才會回來叫名字 你如果都在這裡面 拜託誰可以幫他把手機關掉 你這樣子真的太打擾我了 那你交給那個誰帶出去外面好了 我這樣子沒辦法上課 幫他關機 阿K幫他關機 幫他關機 這樣很傷腦筋 沒關係啦 沒關係 有人幫你就好了 科技也帶來麻煩 拜你用這些智慧型手機 不要再用那個了 沒關係 好來 毛利人來台東巡跟發現傳家寶 OK 那這個是前一陣子的新聞 有毛利人有女學生 召來台灣 從毛利人召來台灣 他們去參觀美術館 裡面就看到有些東西 裡面用的那個玉器 居然跟他老婆傳給他一模一樣 嚇一跳 怎麼這樣 對不對 想說我這樣走的地方 怎麼一樣 我告訴你 然後甚至於有很多考古學家 歷史學家認為他們是從 庫克群島 波西林亞 尼西亞地區的來源 甚至於科學家 發現毛利人 跟台灣的原住民 DNA是很接近的 不用很接近 我們現在 把大的架構圖給你看了 對不對 野狼當然從我們這邊出去 那個圖已經出來了 所以你今晚 我跟你講 考古跟歷史學家 他都是什麼 先建構一個假說 hypothesis 然後再找證據去支持它 如果不對的話 它要打破原來的假說 再去重新建構一新的假說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 DNA那個譜出來了 整個全世界人是怎麼牽引 那個時間點都出來了 剩下的考古學 或者歷史學家 就要開始fitting to the puzzle 架構已經出來 它跑不掉了 所以現在很多考古學的證據 都要丟掉 不 它的學說論文 都要丟掉一半以上 因為過去沒有基於科學證據去假說 只是靠考古挖東西出來 就編故事 現在第一集的科學證據出來以後 整個遷徙讀出來的 所有的證據都 所以我們台灣人 都要來很清楚 就不用再編了 所以說原住民看好 你們的祖先堆都這麼去 所以你會看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這樣知道 我跟你講 我再給你們介紹 你們如果是要看人類遷徙讀 去查Google map 你們看海底的地底下那個track 按照那個去找人類是怎麼 現在這一個要講回 然後是有距離到現在 東陸還在海底下 走路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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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要走路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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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 對我的方向上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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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看 你怎麼講那麼深了 過起來1920年 Fomosa the Beautiful 國家地理雜誌的封面 它用什麼名字 Fomosa the Beautiful 怎麼用台灣 Fomosa 這是以前紐約報紙頭條 Tons of explosive for Formosa 你怎麼說台灣 報導裡面說 Formosa 來下一個 Fomosa的台灣 他怎麼用台灣 有沒有 沒有 那你要小心這件事情 我問你一件事情 你們家去買房子 最後房地 房產上面寫什麼 對不對 他們寫說這是老爺 老爺怎麼買 怎麼會這樣 不會嘛 你知道為什麼不會嗎 你叫老爺幾千 你寫下來 老爺說我也是老爺 他也是老爺 這處於什麼人 不會這樣寫 你一定把你的證明 真證明下來 付上什麼身分證 會不會 所以你在房地產契約上面 一定寫你的本名 真名 特別寫 人家叫你小名 不會這樣寫 會不會 不會 房地產這種大事情 你不會親在寫名 同樣的 台灣這塊土地 怎麼叫台灣 不是 所有的條約是根據 究竟那合約的英文版 英文版上面用什麼名字 就是 我們這個土地本地的名 在整個條約裡面 用的叫什麼 佛摩沙 你知道嗎 佛摩沙 這是什麼名字 人家就在玩台灣跟佛摩沙 太多人在玩了 就可以玩死台灣人 我現在不講 因為人出級班 不講這麼多 生存感 來 講到存在感 這個很有趣 你們什麼時候 開始發現自己存在的 你每次知道 我這個人存在世界上 你每次知道 我跟你講很簡單 你每次在家裡 老母親給你餵奶的時候 你就知道自己在了 為什麼 開始有互動 跟外界有互動 interact 你每次在家裡 奶給你吃 幫你餵飽 你就知道有另外一個存在 跟你自己的存在 對不對 慢慢長大以後 弟弟妹妹跟你玩 爸爸跟你玩 跟你玩 你就知道 透過更多的標準 參考點 來建構自己的存在感 對不對 那個存在感 Sense of existence 再來 再怎麼樣 存在感 如果從小照顧得好 存在感很強 對不對 存在感很強的人 自信心就強 Baby 自信心強的Baby 怎麼樣 他就學習力強 學習力強以後 他就有競爭力 還可以幫助別人 對不對 這是正常的發展 存在感很重要 對不對 但是存在感 發生問題的時候 怎麼辦 比如說 剛出席的時候 抱著腰 在腰 叫做生水杯 還是叫做 夾水杯 怎麼辦 Baby會嚇一跳 這是什麼狀況 對不對 娃娃會嚇一跳 我過期我在那個 很多育幼院 不要講育幼院 我去 帶他們唱歌跳舞 玩遊戲 給他們吃東西的時候 就遇到一個情況 我竟然拿東西去吃 就有一兩個小孩子 不要出來玩 就躺在桌子裡 躲在桌子底下 不要出來 我這個鼓掌 他繼續嘴巴吃東西 他就不要你碰它 就當作它不存在 後來其他老師才跟我講 這都是受虐兒 就從小被虐待長大的小孩子 他很有低的存在感 他不希望人家知道它存在 所以你不要跟他唱什麼 他沒有 你知道嗎 那個就是受虐兒 台灣人就是受虐兒 在座各位都是受虐兒的民主 當我們在講說 我是台灣人 啪 叫做生水杯 我台灣人 啪 生水杯 我要說台語 老婆告訴我 你會發脾 發脾 對不對 當你在形成你的存在感 你這個人 我是什麼人 那時候你叫我否定 你在建構你的存在感的時候 被否定 沒時候還在灌另一個名字給你 這是台灣人可能的地方 我說我是什麼人 是多少不對 你在形成你的存在感的時候 被否定 這就是受虐兒 所以後來我們都被這樣 沒時候還說鬼的名字 還把鬼的名字講出來 什麼是鬼 什麼叫鬼 就是他離開他原來的身體 到別的地方那不是鬼 什麼 他的生活在中國 在南京 在金門媽祖 你跑來台灣做什麼 台灣那不是你的地方 不是 這個生活不是他的 對不對 他 講到這個我再講另外一個故事 來 過去 在聖經裡面有講一個地方 叫做格拉森 格拉森這個地方 是天然的石灰原洞 酒灰 酒灰就是水地 一塊一塊一塊 久而久之這個地方 到處都是洞 很多洞 你知道很多洞的地方 很好用 用來做什麼 當作不用棺材 直接人死 布包一包 但那裡就好 所以那個地方就形成一個 很大的墳場 你知道墳場多 就是死人多對不對 墳場大死人多 死人多什麼多 他會發生什麼事情 鬼附身的事情就造成 鬼附身 這地方就有一個人 被鬼附身 一天到晚都 黑白软出脑 不穿衣服 每天脏兮兮 大叫大闹 关不掉 村民就说 这是麻烦 整体用 铁链把它拨起来 就用铁链把它绑起来 但是又有力了 没有多久 那个铁链要重复 又跑出去了 又跑到坟队 又开始唱歌 就要闹 就耶稣来了 耶稣一来的时候 这个人就冲过来 冲过来跪下来 说永生上帝的儿子 我时间还没够 你现在来是怎样 是要叫下地狱 耶稣没给他 给公位 他只问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那个人说什么名字吗 他说我叫群 一群一群 很可怕 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所以鬼替他回答他的名字 当人家问他说 叫什么名字一群 那个鬼带他回答 叫群 耶稣说 从这个人身上离开 于是这群鬼就造出来了 造在地亚顶管 两千头猪 就冲到海里面全部淹死 这个人就恢复理智 鬼走去他就蹭起来 醒过来以后他就知道他自己是谁 把衣服穿起来 就变成一个正常的人 过去台湾人就是这样 你被鬼附身 所以人家说你是什么人 我是中国人 对不对 你自己的名字讲不出来 你被受限制 你被鬼附身 现在蹭起来 谁让你请过来 法理 法理就是真理 真理一出来 这些虚假的假的东西 骗人都要离开了 就像耶稣是真理一样 一出来 这个鬼怪就要跑掉了 我们现在法理出来 国民都在流亡这种 一定要走 他已经没有站在这边的理由 跟道理 没有啦 一定会走的 你不用担心 一定会走的 法理已经出来了嘛 现在是台湾搞不清楚的 诶 鬼鬼要走很好 对吧 但是黑市民要把鬼走是什么人 冬季嘛 渡逃嘛 对吧 就是被鬼附身的人啊 冬季以前是靠鬼 虎心探家的啊 现在鬼走他就没法探家 对不对 那黑市民要把鬼走 谁是冬季 台湾人里面谁是冬季 我跟你说 国民党里面的本土牌 民进党啊 秦民党啊 这人认为自己是资纳人的人 就是冬季啊 过去透过中华民国 这流行政府的系统 在探家的人都是冬季啊 现在这鬼要走 他黑市也不让他走就是这人啊 就是我讲的愚虐嘛 每个人都要撤起来嘛 法理已经出来了 这样知道了嘛 所以呢 被抓到贼窝的王子 才发现自己的真正绅士 以后怎么样 你们知道你们现在是谁了吗 知道了吗 经过这几天 几天的杠 你是谁 我们是谁 给我说吗 那你什么人 台湾人 台湾人就完蛋了 没有错 你是台湾人 可是今天让你得救 不是因为你是台湾人 我跟你说 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我跟你讲 为什么 我一定要解释原因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们想说我台湾人 过去因为你是confused 但是你现在知道台湾人 但是让你得救的 是因为你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为什么 你就并说被占领地的百姓 你那个身份证就是保护你 因为这样战争法才会保护到你 你跟台湾人没救 没救 你哪一条法令可以保护到台湾人 现在全世界每个地方 那种少数名字 一个一个凋落 凋零 死掉的很多 所以你这个ID很重要 你这个ID证明 我是被占领地的百姓 你美国担定一定要按照 战争法来对付我 战争法里面不准叫我去买武器 你就不能叫我去买武器 战争法说你不可以 占领不宜然主权 你不能叫我受中国支那人的教育 你不能代替我的技研 你不能把我求罪 你不能叫我去买武器 这是按照战争法一步一步下来的 你们法理要清楚 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台湾人其实我不可以给你教 美国担定说你是台湾人 但是你是台湾人 本帝国的臣民 才是让你得救的主要的关键点 所以你的身份ID很重要 过去我们的普通不是去顾美国 顾到买来说好 尽管你给你 你还不是 你没有资格 为什么没有资格 你身上的身份证证明你是什么 证明你是中国人 过去我们北部那时候去拿他的 所以现在美国说 好啦 我占领 我占领谁 被占领地的百姓是谁 不见了 因为你全部去拿中华民国的护照 你证明你是那样的人 你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台湾人 有占领军没有被占领地的百姓 所以我们现在ID出来了 你的身份出来就是被占领地的百姓出现了 美军就要恢复占领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被占领的百姓 美军就要恢复占领 中华民国流行政府就要被赶走 所以身份很重要 你是谁很重要 我刚才只是把台湾人的租帖行抓出来而已 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法理上的 真正的身份要抓出来 你才真正受到保护 我们今天是按照法理来保护我们建议台湾人 来 又说 那怎么办呢 就回到原点 回到哪一点 回到我们战败那一点 1945年9月2日 天皇宣布我们战败那一点 回到那时候 我们现在对台湾人的身份认同 根据什么 战败的那一点 在台湾这个地方 有户籍上面登记到你 或者你阿公阿嬷 或是你阿祖的身份 你才接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 才有今天的台湾民政府 你如果没有这个身份 你也没有资格 在台湾民政府待下来 就这样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一定要拿那个身份 你才证明你是谁 你证明才有CR後续的所有东西 OK 我再讲一个比较简单的 种族灭绝 这台湾人人不知道 我告诉你 西班牙国家法院 世界法根据普遍管辖的原则 对种族灭绝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国务院总理李鹏五名 中国前任高官发出逮捕令 理由是这五人涉嫌 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等罪行 这将死的江泽民等人走访国外 可能遭到逮捕 中国官员者强硬回降 哪个国家受离此事 将是自取其辱 有胆就来吧 我问你 西班牙是一个大国 不是嘛 对不对 跟中国相对来讲它小国 他怎么敢这么嚣张 中国为什么不带他做处置 照理说说 以后不准再卖东西 你没有办法卖东西过来 结束 这小国就缩回去 为什么不敢 因为他是欧盟的一份子 他去折就折到欧盟 欧盟里面每一个法院判的 其他欧盟会遵循 国家法院在走 这是一个理由 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 真的有点 中国真的有 真的在做种族灭绝 做什么动作 现在不用真杀 以前是真的杀 他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 大量的中国人移到西藏去 大量的中国人 把他改教育 教他们小孩子接受新的 改变他的语言 所以 大量的中国人 逃走就是这样 他带着他一群人 为了要留他的种 跑到印度德兰山 美国帮他租了一块土地 他就在那边生根 他留种 过去台湾人的母亲 中国人来说 不要叫我新郎 不要与我新郎 不要与我新郎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但是虽然他们不懂法理 他们一个本能知道说 我要替台湾人了解 这群中国人自那来 跟我们混了以后 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了 我们不知道什么人 这个人没了 现在只要大量的人口跟你混混 你根本不晓你是谁 这个人 台湾人都从MEC之后 再从此 从台湾界收到来消失了 你知道我们知道 这事情有多严重吗 我跟你说 这是犹太人 过去种族灭绝 六百万人都用台 所以他们之后 对于种族屠杀 这种恨之入骨 他们就是在1951年的 这个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对于什么叫 种族屠杀罪名的定义 定得很清楚 其中的第五条 Fossibly transferring children of the group to another group 就是强迫把你的小孩子 送给另外一个族群 给他接受教育 就是这样 台湾人到现在要是这样 你把你的小孩子 送去给这那人受教育 他们教育部订 课程纲要 那不是 跟你说是强化中国教育 这就是种族灭绝 我们头一代人一二百 就用台 第二代被他抓去当兵 第三代送给他受教育 你还有台湾人没有 没有 被灭掉 也不是日本代的技研 种族灭绝 我不要讲那么多 来 直接跳 我今天在时间上 拉长台湾的史冠 在空间上 从不同角度 给你们看事情 从M170生存角度 决定观察角度 其他不多讲 我直接跳 这就是贵旗的台湾 大千帝国一准 右半边不是的 你们看过嘛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 民政时期 你有听过 历史根本 正常说禁台湾 对吧 禁多少 我跟你说 它的势力范围只有这么大 就台南附近 要跟我说禁台湾 是不是很好笑 我跟你说 我们台湾人很少 你如果禁台湾 你跟我讲 那时候你到底 播了多少预算来台湾建设 你要多少人占台湾 你告诉我 你每年 从大清帝国 播多少预算来台湾 算得出来 你把那个纸张拿出来 日本怎么建设台湾多少钱 都很清楚的 我现在开始可以补 你们过去没有的教育 就是大日本帝国 台湾在台湾 你所做的建设 1895年 明治28年 第一代总督华山自继 军政转明镇 丙台善后 租税简美预告 地方官制 委任立法制度确立 台湾总督府 评议会创始 司法制度确立 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 高等法院 警察制度 理藩制度 医院设置 阿便制度 教育制度 油便电信实施 定期航路开始 度量衡改正 财政金融制度 就税制改正 大阪中立银行进出 你们当中有选 行政管理的吗 当一个系统进来的时候 他做什么事情 你从这里看 民进府要把他接管过来 做什么事情 你从这边看 明治29年 1896年才隔一年 台湾总督府 临时法院 第租规则实施 这是贵太郎 政治犯临时法院 台湾公益制度 创始 国语学校预备 明治29年 第三代总组乃木西点 这是后半年 10月14号到2月26号 三段警备法 阿便制度 阿便专卖 教育制度 扩充 民事诉讼 调停 一直下去 第四代总督 儿育员太郎 但是实际上 统治是后腾辛平 在这边 警察私育官养成机关设置 保甲制度实施 土地水利事业 地籍调查 大小租权 地方规则实施 制定 基隆跟高雄 竹港工程 全土道路铁路建设 便宜10间 总督府医学院 要有 除了医院 要有医生 医生就要受训 所以要有医学院设置 台湾银行设立 大量的钱 财政20年计划 预制 明治38年 财政独立计划 接下去你自己看 你看 在日本帝国议会里面 通过的预算 居士占费多少钱 明治28年 当时一般关系 预算8千万角 盐 你看 你们上网去查都有 日本的这种预算 大日本帝国预算 其实你们上网查就好 用日本去查 每年拨款多少到台湾 那就是有点做的 大日本的历代总督 接下去 左九间左马泰 里面做什么 化学部 衛生部 中央研究院 raining 湘山寮院 台北市 街道下水道设置 在哪一年1906年 就已經在做台北市地下水道了 縱貫線全通 縱貫線已經蓋好了 全島的研究院還博物館設立 這是1906年做 1915年你看看做這些東西 1918年台灣電力諸事會是創立日月潭水利電氣事業計畫 縱貫鐵路中部海岸線開通 接下去田田智陽我要講的就是這位 因為那一年黃太子殿下來台灣 所以做一些事情 那時候發生一件事 天皇要來 黃太子要來 台灣人有人嚇壞說不要來這邊很亂 結果這個總督講一些說沒有啊 你看台灣思想之惡化 蓋系在東京學生被一點人 在台灣不過數個人 特擔在多少請社會主義允許社會主義 沒有到危險的地步 一般人民是極其忠實順良 敢示一事同仁聖恩 絕無危險之餘 這什麼意思 過去大清帝國那時候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對不對 男無情 女無欲 也跟我們台灣人 什麼都不是 說得不好 我是女生 我嫁給你 我幹嘛一天當晚跟你吵架 你如果對我很好 我幹嘛跟你吵 對不對 就是你對我不好 我才跟你反 一天都要跟你吵 就是你對我不好 很簡單 台灣人對以後 就像我們日本時代 北部都說日本時代多好 對 你沒辦法逼他講 不是唯心之論 就表示真的日本時代 跟你管得很好 台灣人很享受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都一直在讚美那個時代 但是不記得說清條多好 大清帝國那時候多好 來 這是過去的台灣人 這1920年的台灣人 你不要搞錯了 過去台灣人是長這個樣子 你們以為我們現在這種面穿 不是的 這是杜聰明 高雄醫院的創辦人 也是後來台大醫院的院長 第一院 這是黃條金 這是我親家 叫做貴媽生 這都是留美的 留歐的 我現在不是這樣講 留日的 留日 我跟你講在日本時代 來你看 1943年全台灣小學1099所 學生932525人 台灣人民的義務教育普及率70% 圈牙走史低於日本 先進國家之列 有沒有看到 台北帝國大學 在1928年設立 日治時代台灣人留學日本 風紀加上升 1945年統計 1945年統計 有這麼多人 我剛才去看 有沒有 這台灣人 他裡面穿的衣服 我保證比在座各位 還好看 穿到法國的定制服 你看他用的那個 類似 是不是 男生穿的西裝是什麼樣 很時尚的 不是一般的 我們現在以為台灣人 像是一般的 不是 這是台灣人 這是他們的同學路 我都把你抓出來 你看 顏水龍 顏春安 吳錫元 他是什麼 France 美國EU of Illinois EU of Columbia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神學 美術 化學 經濟 神學 政治 什麼都念 醫學都有 這是過去的台灣人 他留學時間 1921年到1927年 六年 九月五到五月 你看 有沒有 1924的 留學兩年五年都有 過期的台灣人是這一種 你不要搞錯 美國的一流的大學 長春人的學校 你看這個 這個特別我要講的 黃朝琴 我說這是出賣台灣人 說過期那時候 美國就跟你贊了 他說我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就是這件 海西台灣人就是他 美國就說好 你是中國人 我就幫你當中國人處理 這樣 他那時候是台灣審議會的議長 他代表台灣人出去 說我是中國人 怎麼證明你看他過去 他本來的議會 他代表他 讀政治學 結果他後來去做什麼 你是拿日本護照出國的 結果他做什麼 南京政府外交部 你是背叛大日本帝國 你背叛台灣人 你去做中國外交部 中華民國外交部 就是他 來 我們繼續看 我沒有時間 來我們看 跳照片好了 我們跳照片 我們先看一些照片 我今天給的 來那個 我讓我跳幾個 那個照片的Credit 我要給誰 跳回剛剛那個 PowerPoint 我有一些照片 我這照片從哪裡來 我要讓你們知道一下 先停一下 先幫我 來 我按一下這個 我不是有一個 那個照片出處 對在這裡 你看我是從這幾個地方出來的 我的照片從這邊出來 你們自己上網去查 OK 好 回到我們的照片 我們之前講師在講東西 我們用的照片 取財於哪裡 我們要把Credit給他 因為這是教學單位 不是營利單位 我們要載明 這是從哪裡來 這就是 馬接博士第一次來台灣 1885年的時候 都愛皇后旅館 就長這個樣子 台灣人那時候 平均壽命35歲 很快就死了 三十歲做阿公 三十五歲騎上去 好可憐 平均壽命那麼低 以前衛生條件非常 大慶帝國非常低 很嚇人 我沒騙你 牙齒都是亂的亂七八八 馬接博士從加拿大人 到Princeton念申宣 然後台灣 然後最後帶台灣人 結婚 生兒子在這裡 認同這塊土地 馬接 蓋醫院 蓋學校 蓋台灣人教育 蓋醫院抵台灣人的爬 就這樣 但一個圈教士力量不夠 真正後來竟然改變台灣衛生條件 是日本人 來過來 馬接 那時候跟我們做吃清的 主日學開始學 那時候台灣人 以前大慶帝國來都做什麼 我跟他說幾次 蓋涎 蓋廟 蓋水 蓋木 記得這個字 蓋涎 蓋廟 蓋水 蓋木 就是知那人對台灣人做的事情 他不想要跟你結識 就是蓋涎 蓋廟 蓋水 蓋木 這就是他們做的事情 比較衰的棺材會跑來台灣 沒有人說要移民你的 來這邊是最衰的人才會來的 因為這邊藏立之氣 不是人住的地方 一定是做壞事的棺材會派來台灣 那時候河南西班牙都已經來過了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阿嬤嘛 對不對 這是阿嬤嘛 對不對 還有幹嘛 是檳榔西施 那個年代的檳榔西施 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不應該叫那個 穿得很漂亮的妹妹去賣檳榔 你叫阿嬤去賣 保證你的檳榔人口下降 沒人家又要買了 對不對 你不應該鼓勵人家吃檳榔 你不讓人家吃檳榔 就把阿嬤派出去就好了 這事情就解決了 絕對很有效 對不對 怕也怕死 歪去買 西鄉重道 牡丹社事件 你們上網去查 我今天主要是要給你們看照片 沒有事情講 那時候我們鋼刷走的人有出燥 燥就是把人頭砍下來 所以軍官跟他訓示說 拜不可以這樣 北白川共親王來台灣 那時候下關條約結束之後 割讓 割讓他們部隊就進來 從北方的奧底進來 台灣 那時候你看 高砂族的勇士們 後來歸順之後 他們你看 每個人都拿一支鐵鉤 鐵鉤上面都放什麼 那都是人頭 他們的慶典 慶典 慶典 那個慶典的時候 你看小朋友在那邊看熱鬧 富人在那邊唱歌跳 日本軍官在那邊 你看那富人手上拿著什麼 那是人頭 慶典的時候拿人頭在那邊 嗨嗨嗨嗨 漂亮嗎 一九二幾年的 爛得高砂族的女生 好漂亮 很有氣質對不對 很漂亮 好可愛 後來歸順的話就教你最先進的武器 教你怎麼開槍打獵 那這個是武器 你看這邊的日本軍官 後面有頭目 下面頭目你看他兩隻腳中間都放什麼 一顆一顆都是人頭 那時候沒做人 去有差不多六千多顆人頭被砍掉 日本人差不多幾百顆被砍掉 你們會不會很少 還そ說 砍頭不是光是藍家 那時候全世界都這樣 斬首行動 美國人就用斬首行動對不對 回教組織是不是IS就是砍頭 就是人類長久以來就做這件事情 把對方部落的頭砍掉 懸掛 示眾 壓制對方 這都是部落戰爭一定會做的事情 一部分工程中連洗澡都害怕 怕頭被砍下來 都要警衛 這個是比較慘的 那時候國小運動會的時候 高砂族的士兵進去殺 全部殺 剛好日本老師救了幾個小孩子 把他放到糞坑裡面 殺完以後把他救出來 其他的照片太殘忍了 我就不放 我就放生還者的照片 因為那時候抵抗日本 結果後來給他們受教育 好很多 然後就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 甚至於第八連隊就進來了 空軍 日本的第八連隊 你就開始畫畫 用蠟筆 畫當時的情況 我還找出那時候的照片 你看 第八連隊 空軍 這過去的 你看 好像在歐洲一樣 結果不是 有小歐洲之稱 台北市 在第三國路 中山女中 第三女高 一分期待 你看漂不漂亮 那時候的臉長得比我們現在漂亮 有氣質 因為他是帝國的 女高 你看 真的 我沒騙你 每一個是穿著 坐著坐著的樣子 站有站的樣子 對不對 看起來他很有氣質 日本時代的臺灣優質教育 鐵道旅館 台鐵 在台北有一個旅館 就好像機場有機場旅館一樣 當時 以當時的旅館 很漂亮 這是北一女的上的裁縫課 日本時代 那時候打進馬里拉 我們兒童到上界去慶祝 台北市的 這是什麼 在哪裡 不叫中山黨 那叫做公會黨 中山黨是後來中國人給你付名的 都是變成他蓋的 結果不是 台北公會黨是台北市民 每一個人 一個人叫一塊蓋起來的 然後購賣局 對吧 台大醫院 對吧 你看 這是公會黨裡面 那個時代 1929年就有冷氣了 這以前外觀裡面 大集合式放電影 你看 你們有坐著就看 你看你的餐廳 是不是 這種就是有 會把那種這麼乾淨整齊的 這撞球室 這是西餐廳 以前 日本時代就是1929年 你看 三線路 三線路就是那時候開始 三線路是什麼 有快車道 兩邊重樹 然後有慢車道 台北市就有一條歌曲唱這 三線路 對不對 有沒有聽到 劇社酒在三線路 有沒有聽到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來 這是什麼 台北市棒球隊 什麼拿棍子 什麼紅葉隊拿棍子打石頭 哪有那麼可憐 那是難民在做的事情 台北市那時候有多少國小 你看這是什麼 台北市那少棒對抗賽 華山小學對南門小學 每個小孩子都有制服 有帽子 有手套 有球鞋 有棒球 球棍 有教練 有隊企 而且每個小學之間互相對抗 我手邊有差不多 好幾百張的 棒球的這種紀念照 那個棒球是在台灣 是很普及的運動 每個人都有基本的設備 不像中國那名來之後 還幫你解釋說 台灣的棒球歷史 從什麼時候開始 胡說八道什麼紅葉開始 老早在日本時代就開始了 19多少年出席就開始打棒球了 所以後來才有加農 打到日本的 那個最後的Final對不對 打到決賽嘛 你不可能突然一些人 就跑到決賽去 那是全台灣的棒球運動 不要弄錯了 過去台北市就有台北市公車 而且會排隊 不用什麼新生活運動 不用教人家排隊 日本時代 大家一定是排隊做事情 沒有什麼新生活運動 那支那人來之後都不教了 沒有整支 就要再從頭打起來 日本時代是整支支的 這樣台北車站的前身的前身 現在這個的前一部的前一部 台北神社草山昆泉 這是什麼 建宗的學生 建中的我們這裡面有建宗的學生 你們的老學長 像帝國穿日本和谷 就這樣 請賣 很兇的 博物館 沒有人會在殖民地蓋博物館的 這樣跟你們說 我看快點 這是龍丁 這是過去的照片 在北投那邊的車 你看 Live Magazine裡面的封面 臺灣博物館 臺灣博物館 博物館 博物館 你看看 臺北車站 你看過去的 大學先修辦的學生 要準備放影片了 你看 這是什麼 臺北公會的 他們辦的國標舞比賽 你看那時候 你阿公阿嬤阿祖那時候穿的衣服 你看 不會輸給你們現在 搞不好比你們還很fancy 你看 我找到鄉下 竹東鄉下的幼稚園 都有照片 那時候普及率很高 台中 我現在全臺灣走的 台中的 地震之後空拍圖 這天皇 皇太子巡視臺灣 有各國五官在那邊 有沒有 台中的金鳥 你看那時候人穿的衣服 就已經很 有特殊了 來 這個台中的神社你看 我放很快 楓源家政旅學校 那個 那個大俊 嘉南大俊開工的當天的照片 嘉農 台南家庭 我滴滴下去 彰化水源地 就是每一家愛護都有自來水 一定要弄水源地 台南女中 你看穿這個 好可以放影片 全世界 這原來片長 我把 結缺了 1990年4月17號 馬冠掉一千利 台灣歸屬我國 這我國幾分 到這個地國 你這28年執政四十多年拍了影片 新興的台來 第一代的総督 台北上 第一代的総督 大家已經轉了 憑衛師團長親自己的 改立之前 被清朝政府當作畫外荒帝 台灣居民當作畫外之民 改立之後 同化訓譽為帝國者民 做什麼事情 平定土匪的貪亂 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 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理藩教育普及 地方制度或軍事方面都做得很好 除非 要有這種 葉椎 彌虹墩 我們的 Infrastructure 基礎建設 變才會崩 文化的魅惡 政治的魅惡 台北橋 過期的達佛橋 明治40年1901年有個大颱風 看這機會把柱子都拆掉 順便拆掉了 重新隔世史 留下這幾個門 東南西北 那裡有三線路 理想的都市計劃 全都市外面目 一新 台北市的中心 有路線 西安來 一陣跟我台北西安來的路線 台北 柳瓛的編制也是喔 柳瓛 焦 明明 想 深愛研究院 台北 台湾儀 醫院 交通局 鐵路部 柔政局 秘名的台灣電力 豬之惠色 整個舞關體 很漂亮 很漂亮 總督府往北 總督府往北 就是老舊社區 中間有interactive 恆陽路啊 台北工會堂啊 這應該是恆陽路一點 有公車那裡 在日本河府 我們今天出去有看到日本河府 主要街路が放射鏡 或是五番目のように拡張され 淡淡的大通りは 人道と斜道と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 その人道は我が国においては他に例を見ない 独特なものであります 一個頂あか 日本人的時候對數字很注意 有幾點幾公尺 少数後三位 少数後三位 這個是從日本時代開始 小數後三位 少數後三位 要求到三位 要求到南部 多了 要不要騎乘 這邊 有人力車 Taxi 有計程車 還有公車 人力車有很便宜,所以盛益地利用 台湾也有騷音,不愉快的電車 所以自然地靜,快適的街 原住橋 通往原山,下面是神社,前面是屌山道 馬英九在叫鐵條,下面是鐵人河 台北工會堂 你看,博物館,你看多漂亮 過去台灣人這樣 噴水池,你看好漂亮 沒有人殖民者在殖民地蓋住的東西 放送局 這天兩個發音,台地還有一支 那天播放,食物園 過去的台灣人這樣 好快 我中間這邊偏向之前大清立國統治的影響在裡面 我記得我說的,鐵神的鐵廟,鐵水灘屋 基本上這個東西 你看看路燈,還有電線桿 也是那座電 你看,鐵神的鐵廟 蓋廟 你們年輕一代沒有看過什麼 把咖的 待你去看得到 叫把咖 你看,這個把咖 你看 大清理人把咖的咖 你看,這受到文化的影響 你整個那個靈區齁 文化,你馬上就 氛圍就看出來 一個是帝國 一個是 好,接下去我們沿的淡水 走出去 這邊可以跳一下 好,這是 這裡可以看 這是北投溫泉 再來往前走 然後淡水高的副球長 一支已經有高的副球長 淡水高的副球長 那是非常優良的 新竹 這邊也在跳一下 那時候的姿勢 好,來 那個新竹那個 順一看齁 主要是看路燈 他就表示那時候配電 每一個城市 好,你看那時候怎麼自查的 自查過程讓你看一下 前面當然用基本用人工的方法 但是過來 前半一定是這樣子烘乾了 那過來 全部機械化 日本時代都是這樣 除了機械化以後 還會做什麼 生產線 都很乾淨 日東紅茶 台中 稍微跳一下 台中很漂亮 綠川 有小進度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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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街道很漂亮 看不去 路燈都很漂亮 日川柳川的清水 帳化以後 台中周廳都漂亮 台中公園以前就這樣子 日月潭直接跳發電機的地方 這邊要看一下 那時候供應的高壓電 日月潭Infrastructure 講的基本基礎建設 從日月潭發24萬千瓦 南北供應 今天台南 這邊也跳一下 台南這邊有 那時候零百貨 再往前跳 這是阿里山 再跳一下 發木 這也是亞洲地區最大的木材騎山區 到嘉義 所以接下來我們建議加基 來我們看一下嘉義街道 往前一點 這是嘉義的街道 好再走 台南州管轄範圍 來這跳一下 然後這堂也是日本 在台灣 建設很大的一個產業 台中工廠 你看 蓋一個工廠 你相關的設施都做 鐵道一直連到檔口 運輸 然後它不光是生產糖 還製作酒精 相關研發都造成 煉乳 罐來罐頭 都行 緊次於古巴印度爪哇 這地方任何一個地方的力 都比台灣大 不知道多少 哪有百貨 旁邊的中心 往前跳 林東工廠 你看以前就是這樣 去計畫社會 做耕作 你看 你不懂得講 那些農耕 農耕 啊 再跳一下 後來看到酒精 跟他研究 研究酒精 很好 再跳一下 你知道巴西他們燃料油 不光是用油 一部分就是用 航基製造酒精來 酒精汽油 一起用 高樑 你看 他在做實驗 好像是現代人 好 好 再跳一下 烏山頭 加南大峻 這很重要 對台灣整個農業 有三 有三座 主要原因就是 在高雄 南海籍 然後這邊跳一下 火車跳一下 你看 以前就是這樣子 港口就是這個樣子 大船在那邊 你不期待就是這樣 台湾南部 台湾南部 還有這種 高雄基隆 主要的大港 水泥啊 這堂農產 都有 你看 這個好像你到歐沙卡 到東京外面 看那工廠區 就是這樣 高雄昨天 你看以前的台灣人 好像在日本的祭壇 從澳北出貨 三周月到台灣 無地出貨 日中夜 河卡 Q秀 墓上 一萬鈴級 優秀線 六隻肥 還有時間在日本嗎 台湾 南方開發 台灣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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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座 有小孩子 你看他怎麼打扮小孩子 你看那小孩子穿的衣服 有那種 帽子 歐巴 漂亮 那時候 那時候 日本到台灣有地下電纜 都拉好了 齁 直接有無線電通訊 又有電電通訊 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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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之內 飛 台北飛行場 來 好 好 我們今天上歌上到這邊 歡迎大家繼續上高級班的歌 謝謝